1月13日,賽事回顧有 風光雷雖然氣火涼,但一樣帶著型馬 而且還有北靜,下次應該可以再贏 孤禄最後靠一個漂亮檔可以充滿的名字 但是看個細應該還可以再重複 進力之城,靠個萬步速,外道都不怕跳落飛 結果贏了短頭,是輸在地 大家好,歡迎收看昨日賽事回顧 昨天菊草相信大家用堅制賽馬APP 再看我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相信看著大手星傑都應該有所收獲 如果沒有都不要緊,在我右下角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在講之前,下聚了堅制賽馬APP 頭珠上當然是無往而不利 講回剛才那三場賽事 首先就是東方雷,我都放第一選給大家 上一次他超快捕捉 然後竟然可以捱到第三 結果這次的檔位好了 由十二檔轉回三檔,馬上輕鬆贏馬 雖然棉棉棉追得很厲害 但你都知道他還有在手 至於在第六場 不是第六場 是在富六,五場的一千米賽事 其實後上馬相當困難 進著時富六都有好表現 兩個見習生 但是富六拿的位會比較漂亮 雖然這匹馬年紀相對比較大 但是我相信他贏完這場勝班 揹個輕綁依然會更加好衝 大家不妨可以跟進 至於第八場是盡力之城 盡力之城也是我重心長次推介 結果十一檔 他臨場下雨 大首星跌見到幾百萬 都順利贏馬 因為只是贏條頸 幸福魯窩追得很貼 所以加分相對比較少 但是大家看一張照片 其實頭三名都是彈掉的 盡力之城去到二百米都還是頂先 到最後才被其他馬追到近 但其實是因為當晚場地相當難放頭 他可以這樣放頭贏馬 一定是進步的表現 一分十六秒都是有些小小快 因為潘頓那隻心頭號 自己不懂跑都要頂著莫來拉一陣 所以就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在講完之前 希望大家在我右邊的頭獎 都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亦都可以給like讚好 晚一點會有更多精彩的賽事 和節目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等一會再見 拜拜